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例如持咒 读经 打坐等 是不是只是获得解脱和圆满的一种途径 哪种途径对我来说比较适合和相应 它都是途径和工具吧 都是入门处 入门 入了门以后呢 你其实进入无分别境界的时候 肯定是进入定态的时候 其实这些法门也暂时要放下 你在定态里是不会启用法门的 刚开始入门的时候 为什么要法门 是因为大家散乱知道吧 太散乱了 而且幻境很多 你们这个世界包括你睁开眼的 闭上眼的还有中阴幻境嘛 人类的三角幻境 这些幻境都会让我们产生很多的认知角度 你不断的生生世世在产生这些认知角度 还有被静转 心被静转 因为我们都是空性的 但就是活不成空性 你活成了各种相 但是你这个 比如说在另一个维度 或者是你可能是其他相 比如说下一世我们是另一个相 然后上一世是另一个相 其实上一世的相 这一世的相 下一世的相 比如我们在六道轮回 或者它是相不一样 其实这些我们 这三个相其实都不是你 你不能这样认知 就是说这一世你是个女人 比如上一世假如是你是个男人 下一世你是个小毛小狗都可以 那六道轮回嘛 天人都可以 那这三个相都不是你 其实这些相你都不是你 你是空性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活不成空性 成佛就是活回空性啊 你活回空性这一块 你才能产生妙用 你才能自在嘛 你就能 命运就操控在你手里了嘛 所以叫大自在嘛 你在每一个幻境里都自在 就是每一个幻境里 你都能做得了主 生死啊命运啊这些你都能 但是这个首先你要活成如来的境界 你现在是活成人力的境界了嘛 为什么你活成人力的境界 第一步你相信你是个人力啊 而且相信你是个女人啊 然后你还相信你有你妈你爸你的孩子 你相信你身边的一切啊 然后这一切都在影响你 不停的影响你 我们第一步就要停下来 先从你不是这个相开始 所以佛学叫破相嘛 那你现在虽然心里觉得你不是这个相是吧 但是你在做事的时候完全是被这个相影响的嘛 你觉得你病啊生老病是苦难啊什么 你全是这个相嘛 是吧 都是他不自在嘛 所以佛说你这个相虽然是假的 但可以借假修真 就是借助这个假相 让自己突破生生死死的这些相对你的控制 就是你是人道的相是最容易借助的工具 人力的相 所以在六道里边佛在人道所说法 人力最容易切入 因为为什么人力最适合修行呢 就是这个相最容易让你让你借助用来承道呢 因为这个相苦乐参半 就是这个相呢 人力的相对这个世界的时空的体验 他有苦有乐 所以有苦的时候很容易身体处理个解脱 乐的时候他当然在享受了啊 他苦的时候他就不想要 他就拼命的 因为有对比嘛 如果你没有乐 你就不知道你一直在苦 你只会苦是个常态 这就叫地狱到重生 他没有乐 他一直苦 他就不起解脱之心 因为他觉得大家都苦嘛 就是这样的 他觉得苦是个常态 所以他也不准备处理 他只有蹭蹭抱怨不断的 不断的蹭蹭 不断的抱负 不断的抱怨 因为他觉得大家都苦 所以他的苦不算什么 所以他不求解脱 但人力不是啊 人力有的人很快乐啊 你有比较吗 而且自己快乐过 所以当你苦的时候 你就身处出了一个解脱之心 所以人力这个幻境是最容易修解脱的 而我们解脱对大乘佛学者来说 对一个大乘修学者 解脱的目的不是解脱烦恼啊 记者 对释迦牟尼佛的教义来说 解脱是解脱轮回之苦 你光解脱烦恼 今天你可以不用学佛的 你想吃苹果 你就吃苹果 你是吧 你吃不到 你烦是吧 拼命赚钱买了就行了嘛 是不是 努力就可以 努力 但学佛学呢 大乘佛学 最重要的是解脱轮回 轮回就是你很多事了 你在宇宙里边 时空里边有很多很多的像 生成事实 每一世都不快乐 每一世都苦乐 残败有天人快乐一点 你一直在轮回 就是说 这个轮回是最根本的一个不自在 就是你控制不住 你控制不住不轮回 你不知道自己 因为这个有点问题 就是你每轮回一世 你就是一世的像 比如说你轮回成小猫猫 也就是猫猫的苦 轮回就是小狗 轮回就是人的苦 每一世都不要 都控制不了你 你不能随心所欲 四些什么像 所以我今天不想做狗 我可以做个猫 我换一个活法 是吧 你现在换不了是吧 我们是个人力 我们换不成 坑空而起的超人 或者什么 你换不了这个像 这叫不自在 就是说命运啊 明天发生什么 你不知道 所以这叫不自在 所以学佛就是求大自在 大自在就是解脱轮回之苦 但解脱轮回之苦 首先的佛说 有一个定的状态 可以突破人力的局限性 就是定的状态 现在我们的状态 叫散乱的状态 相对于人力的散乱 所以佛建立了一个定的状态 定也是相对于人力的状态 就是起了一个名字叫定 这个定的状态呢 先把你是人力这件事忘掉 你用人力的身体这件事忘掉 叫物我俩亡 就是说一个肉体 一个外境的猪像 就你生生世世这些 暂时的忘了 停下来 人力是可以遗忘一些的 停下来 这样呢你不受各种幻境的影响 你就如如不动定住了 其实也这个定也抬不上 只是说相对于你散乱就定 在这个状态里 你能看清一些真相 在这个怎么看清呢 看清世界空间是假的 这个世界的成住坏空是假的 就是变异 因为我们现在说 一切都在无常变化嘛 我们人在生老病死嘛 所以我们觉得很苦嘛 所以在定的状态里边呢 你就看到生老病死成住坏空 这个世界就像演电影 你看见你的过去 你受的苦难 神生世世都像幻境 在这个状态里 你看自己的一生 你觉得就像看一场电影 你何必在里边 苦苦乐乐执着呢 以前你就说 如果你看个电影 你说电影正好演到一个苦难的境界 你哭完了就算了 是吧 过去不留 你也不会留有什么痕迹 是吧 你那个电影 你还好几年记着 想起来就哭嘛 想起来就哭嘛 是吧 你也不会了 是吧 处缘你会哭 是吧 电影里边有个好人受冤枉了 大家都会哭的 在电影院哭得稀里哗啦 一出电影院都擦开眼里 该做啥做啥了 是吧 那现在不行啊 有些 有些孔淡的信息 跟痕迹跟你留很久啊 然后让你很多年压得 你喘不过气了 是不是 然后还有 因为情绪或者心理 带来的疾病啊 还有疾病死亡啊 这些都不是我们能抗痕的 佛说通过这个定的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诸相的虚望 你可以活回自己 就这是个途径 这是个渠道 它是根层脱落的 就是说诸相消亡的一个渠道 虽然这个亡不是说彻底完了 是最起码那一刻 定的状态那一刻 它能够你在刹那之间 能够跳跃 跳出 不受它影响 或者是影响很小 所以这就是不同的 登地菩萨 不同的产生 那在定的状态 这个定的状态 也是个假象 因为有一个人在那修 才有一个定的状态 无形无相似 没有人在那定 是吧 怎么会有散乱个定 这回事呢 所有的目的都是一个工具 你看清真相了 你就要开悟了 知道吧 这就看清实相 那么通过定是一个途径 知道吧 我们的目的是 知道你是佛这件事 然后活成佛 就叫成佛 证德 证德你知道 你知道你是佛了 叫开悟戒性 就是知道这件事了 明星戒性 我说什么叫明星 你破击一切相 破相就是明星 你不受进转也是明星啊 不是说是你 你错了 你你拆毁啊 当然也是 这都是法门了是吧 你拆毁 说是你做了很多事 我们查一查 这叫明星 所以影响你戒性 所以影响你活成空性的 这些障碍都叫障碍 这些障碍的去除叫明星 就是你的心就开始清晰了 你的智慧出现了 你能知道你是谁了 找到自己的本来面目 这叫安心嘛 就可以安心 就戒到了空性 戒到了你的本来样子 就用明星戒性啊 然后戒性以后 然后你最后实证 实证是你每时每刻能保留在你 活在空性的果位上 不必进转 如如不动 生灭便衣 这个世界沉重坏口生老病死 还有五卓恶食 对你是个梦怀泡影 他连梦都不是 所以你早上起来说 我在五卓恶食 在这游戏 知道吧 这个五卓恶食 是众生体验的五卓恶食 那你成道以后 你在五卓恶食 体验着极乐世界的快乐 这就叫内政境界 知道吧 所有的法门 都是根据人力的角度 去编写的 知道吧 法门就是 都是根据你的角度 什么人力 你看包括打坐也是 他没有 如果我们人力的腿盘不上 佛不会别这个盘腿 这个事情 你看双排啊 单排 因为人力的两条腿 是可以盘上的 如果我们是毛毛狗狗 腿短狗 或者是你的腿根本就 佛这不能为难你嘛 编个法门 你还搞不定是吧 那就是 所以佛编的所有的法门 都是利用人力有 拥有的优势 是吧 来去 就是包括静坐啊 禅定啊 你是可以遗忘一下 你可以如如不斗地静下来的 你可以生出处理心 你可以解脱 所有都是根据人力的特性编的 法门是人编的啊 就是编排 就是根据你的特性 那给狗 如果是带一只狗解脱 可能不这样编 因为他也不打坐 他不能那样打坐的是吧 他做不久的是吧 所以根据人力 还有一种就是佛的破像呢 有时候是 大家看着就是破身边的一些 借文觉知啊 的一些像 但是当你定态以后 你的气脉身心在转化 你会发现你变成了光 因为气脉在进化 要空明啊 光啊 时空啊 你破的像就不一样了啊 所以就未来就 还有就是 昨天有个师兄为我 谈起这个说 现在很多有文化的师兄 可以不修六度外形啊 大臣菩萨能不能 直接只是看经禅地 就能够成佛 就是他们智商高嘛 就是大学啊 都是高等教育的 能不能去 我也不做善行 我一点善行也不做 我就在家里 我就打坐闭关 我能不能成佛 然后呢 这些事你能不能成佛 在于你上一世 你修完没有 你有没有修 有人而已的 如果上一世 你把六度外形修了很多 功德福报很大 也有可能 但是呢 有一点佛的空性正经 大家都看过金刚经 是吧 佛说一切向虚妄 既然你知道一切向虚妄 现在你是个人力 你是你爸你妈生的 而且你那么一呼一息 一阴一着 就是吃饭穿衣吃饭 都是送恩于这个世界 送恩于地球 送恩于这个世界 既然这是个梦 一切向虚妄 举手之劳的善行 你为什么不做呢 是吧 非得藏在家里 我谁也不管一个人成佛吗 你这不是知识吗 既然一切如梦怀泡营 三行也如梦怀泡营 你做个三行 就把你累坏了吗 是吧 是吧 这不是从事是 你根本就不懂教义吗 是吧 不懂释迦牟的教法吗 为什么不修六度外形 是吧 你一个人修很多女儿的 而且你都不知道你是自我 不知道我慢在那儿呢 众生碰碰你 你还知道你习气很重 不碰你觉得你听见的快成佛了 是吧 是不是 所以为什么不修 是因为他不觉得那个 他觉得那个三行很沉重 他觉得那个三行是有责任感的 那个三行可以是让他舍的 付出的 知道吧 六度 他不知道六度毕竟空啊 都是毕竟空的东西啊 有什么可舍的 有什么可舍 那直接就坐在果位上坐了 你知道是一尊佛跟大乘菩萨 登地的就是等觉菩萨 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做的事就是 普度做各种善行 如果你能那样做 你不是直接就成佛了是吧 还有持咒吗 还有相应吗 你不是想跟诸佛相应吗 那做诸佛菩萨该做的事 那就是相应啊 你跟他一样还不相应啊 是吧 你拼命的在家里成佛 想跟诸佛登地菩萨相应是吧 那你就是个凡夫嘛 对 你是凡夫小车夫啊 你跟他不在一个平台上怎么运 十万八千里 是吧 那西天取经 好吧 当然不是说人家是唐善子啊 西天取经 是我就是顺便说一下 善行善都是个幻境嘛 你再说了 人家是上季山脱苦 夏季山脱苦 成道以后 上报是从夏季山脱苦嘛 你在这个世界上 是吧 你一个人修行 没有必 是吧 包括你学的教 教义经典 都是释迦牟尼佛的法布施 否则你怎么能听到空性正解 这就是 人家你送恩于这个世界的布施 对你的大布施 一个法布施 释迦牟尼佛已经在那布施 诸佛菩萨历劫 是吧 带你修行 诸佛菩萨的布施 还有你妈生出你这个肉 肉嘎的 是吧 父母所生是吧 你没有这个假象 你还是 别说你叫臭皮囊 是吧 因为这个臭皮囊 你怎么修 是吧 他能体验苦乐 然后生出处理心 慈悲心 让你慢慢 跟诸佛相应 是吧 所有的一切 那这个上报是从 在修的过程 不就报完了吗 非得你成佛再报吗 是吧 成佛你妈 你爸没在了 就是 我不是说 你可以 当然佛学里边 以轮回解脱 轮回为主 根本大笑 也就是说 带父母 从生生死轮回中解脱 作为大笑 所以佛弟子是 觉得 这个世界是幻境 所以给父母一点 小苹果 想拿点吃的 觉得这还不算笑 带父母 因为父母的烦恼 你给苹果 他还有时候吃坏肚子了 甚至 他的幸福 不是你拿物质 能够帮到他 所以为了父母的幸福 永恒的幸福 所以带父母解脱轮回 解脱轮回 让生命自在 掌控在自己手里 你可以来 可以不来 是吧 如果你来 你去哪个幻境 你去哪 就像各大菩萨 这些诸佛菩萨 他们去哪个幻境 他是自己选择的 他可以去 他可以不去 知道吧 那当你有慈悲心 你愿意带卷说 你可以去地狱 地藏我不知道 去下地狱 但是人家在地狱 很容易解脱的 人家很容易回去的 他不会空在那 是吧 可能就历劫历劫的在那轮回了 就是这样 金刚经的说教义 诸下虚妄 这是个起步嘛 因为是个入门嘛 关义奸 这都是入门啊 那善行也入门 为什么不举手之了 做一做呢 是吧 但是说能够影响你的 刚开始以制度为主 因为自己的力量实在太弱 自己处缘就反 所以制度 等你有一定的定力 坚强 你够强 慢慢的也开始立他 来做一些事 这样你的修行之路 会走得很顺利 就这样继续修 但是你这些见地 你要知道 你成佛是在干什么 要回到本来的样子 是吧 本来的样子就是破相 你现在障碍你本来的样子 是什么障碍 你去哪个吗 什么障碍你成佛 你去哪个 这就是破哪个呗 是吧 找到破我像人像 你觉得你是个人 你觉得你是个我 有个我 而且生生世世你有个像 缺停下来缺破 你破 这个破怎么破 坐在坐地上 不再想了 不想 就是不思不想 停下来修定 就是这种状态我有过 就是像一种虚空 这种状态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就是什么都没有 不知道是不是 有个虚空那是 你若认为你是个虚空 那就是变成了虚空了 那就是在意识层面的 认知 这就停下来 是不是 比如说金刚经 我经常说金刚经说 关一切 没办法 你怎么修你 坐在这儿 你不能在头脑中 写认识说我是个人 这是个苹果 我要把这个苹果 这个苹果已经障碍你了 比如说有一个人 骂你了 或者是欺负你了 或者是背叛你等等 说情感有问题 你不能去想 把这些烦恼的事 观成梦坏泡影 坐在座间上 诸烦恼如梦坏泡影 诸烦恼如梦坏 就像持咒一样的 你已经认为它是烦恼了 你观成个泡泡 水泡它也烦 知道吧 当你学完金刚经的时候 佛告诉你 应观一切如梦坏泡影的时候 你在意识上面 你就知道了 我是个修行者 佛说了 这个世界就是个电影 就是一切如梦坏泡影的 好 既然是假的一切梦坏 我想什么 我就不想了 我就坐在座间 啥也不想 那件事就不可能住在你心里 那既然是一切假的 还为啥 你一定要把它 都放在你心里挂上呢 但是问题是大家说 我不想挂 挂上了老师怎么办 是吧 这就是 刚开始修就是说 你不要想了 佛说这个梦坏泡影 是让你不要挂它 是吧 但是你做不到啊 你情不自禁 本能地挂上了 那就修法门吧 如果你已经不挂了 这就是法门 直接做就行了 你修啥法门 你已经入门了 那个东西不影响你了 知道吧 诸相不影响你了 你已经进入定胎了 你还要在门上 再切个门吗 你已经进门了 所以不用修法门了嘛 拖相就行 你如如不动 按住那修定就行 你是情不自禁 本能地挂上了 心烦意乱 而且折腾在那儿 然后觉得自己委屈了 自己不行 哎呀我不行 我好可怜 我自禁 你各种习气一大堆 幻君一大堆 那就念佛吧 持照吧 看经吧 就是这样 这就叫法门 对峙嘛 因为求专注啊 一注意力啊 就是这些啊 这蛮简单的嘛 也就那些法门 我不是说对大臣菩萨也可以逛街啊 看电影啊 这不也是啊 只要你安心 但那些东西不能多多多做 就跟普通人没啥区别了 对峙 就是带着佛的知见去做人世界的事 你才算修行 不带佛的知见你做人世界的事 那就是在人世界生活嘛 那怎么能才修行呢 是吧 啊 佛到最后说 这世界一切自身才跟佛法不相违背 是在空性都是 因为一切都是空性的化现 在果微角度说的 你现在还活不出空性来 你在哪儿都是个凡夫 在哪儿都吸气一大堆 都活成个幻境 活成个幻境 然后被幻境再控住 你活出幻境来 你你你你你那乱想 忘戒忘习嘛 你是空性嘛 忘戒忘戒 佛说忘戒忘觉 忘知忘动 产生不断的 产生虚妄的习气嘛 这些习气导致 地狱到二回到众生 就是各种苦难的幻境 然后你又被空进去 自己造出幻境 自己又进去坐牢 那这个牢房自己坐进去 不断的空 不断的空 那就是这样 没完没了 所以你的 你的忘戒忘习 还有不转 你的地狱幻境 你被空的这个事情 是有无止境的 就这样 连包括地狱都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 众生搞出来的是吧 忘知忘戒 忘习产生的 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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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